這個紅磐性狼腸 很多很多這些自體免疫 就是你的免疫系統出的問題 打擊自己的這個細胞上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要去尋找 這些非常特殊的 只有癌細胞上面有 正常細胞上沒有的這個 那這是我在這一方面的主要成就 那其他各位有一些爭議的地方 就是利益衝突的事情 那這個我跟各位講 我的認知 我是依照這個中央安全的規定 那假如各位需要進一步去了解這個 我想楊富亮主任可以跟大家說明 那至於我女兒持股的事情 我想大家也很擔心 那這個本來這300萬股 浩鼎是要給我的 因為我是浩鼎全身的這個 Optima的這個創始人 那本來我就是創始股東 那浩鼎就是Optima的子公司 那這個子公司要發展什麼呢 就是浩鼎的東西 就是浩鼎要發展什麼呢 就是Optima的東西 那Optima是在1998年成立的 那在2000年左右 它就是從紐約的MSKCC 那邊計轉了一個疫苗 就是今天的爭議點 就是這個疫苗 就是OBI822 那這個疫苗是屬於 Memorial Sloan MSKCC 它計轉給Optima 然後Optima授權給台灣的浩鼎 是因為這樣浩鼎持有 這個Optima持有浩鼎的股票 所以Optima這一些浩鼎的股票 其實跟專業經驗的計轉 是沒有關聯的 它是屬於MSKCC的 然後它在2012年釋放出來了 讓大家去買 那浩鼎就來找我 說你是Fundant 所以你應該最有資格 去拿這個最多的股票 那我說我在美國的這些所有股票 都已經家庭信託 而且受益人都是兩個小孩 那我這兩個小孩 其實也都是Optima的原始股東 所以我就讓給我女兒 那用我的這個 當作這個正義 來給女兒來浩鼎 所以這些錢是我們的 不是別人送的 這個要請大家放心 那這個又是其中的一個爭議點 那另外 我記不得還有什麼爭議 其實蠻多蠻多的啦 所以因為我自己也看不完 那不過我很誠懇的跟各位 講的是這個前前後後的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以為這個OBI 822是翁啟會的發明 然後他是用我的技術去合成 那這個技術是在我服務的單位 script發展出來的 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我先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翁院長 沒有關係 你記不得的這些正義 等一下委員都會幫你記得 沒關係 好 謝謝翁院長的口頭報告 現在進行尋答每位出席委員 尋答時間10分鐘 練習委員每位8分鐘 10點截止登記發言 委員如有臨時提案 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 處理提案時 若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 均不在場原理不予處理 首先請柯智恩委員質詢